另一位穿著16號球衣的周一 兩位都是年紀16、17歲 非常有前度 看回他們的身材也非常高大 至於東聯誼方面 也得到樂迪回巢 樂迪在早上的球櫃效力以合 比賽開始了,白衣服是傑子 比賽後大概是剛開球的時間 很多球迷都是魚貫入場的時候 現在已經打開紀錄 六冠邦在細禁谷裡面 截到這個球打開紀錄 看看入球時間,其實一分鐘也不夠 這個紀錄也寫下了 今季夾到原賽入球的最快紀錄 但樂迪可能內部來香港比賽 我不知道香港比賽的尺度是怎樣 這個球出了得很凶狠 立即被球證以紅牌驅逐出場 當時的比賽時間只不過是上場的 36分鐘 領先一球的東聯聯聯合被迫 要以10個人捱對於傑之人 賽事上半場也是東聯聯合 1比0領先 進入了下半場 看看傑子的攻勢 送送來,周一頂倒 可惜球是批刀了 現在傑子用兩個年輕球員 放在前面就相當有動力 海薩離場,由安尼頓入體 安尼頓進入後,前線多一個有控球能力的球員 好,看看安尼頓怎樣 這個球是扣扣扣扣扣 再把球傳到原來後面還有一個鏡頭 在中間又剛好由張樹棟射入 他來香港的第一個入球 追上1比1的平手 怪之怪,當時東聯二入的防守球員 似乎好像看著對方踢球那樣 人就多了,但沒辦法關掉那球 謝利又比橫一點 又是姜向輝把那球繼續過來 這次到安尼頓在邊 安尼頓一推下去 再過了陳密浩,再過了屈臣 在底線前往出中 這次到另一位國外球員 周一射入了 前後僅僅數分鐘 傑子由落後一球 變成反超前2比1 來回真是快 但兩個機會都是 是這個安尼頓製造的 東聯合得了一個罰頭 布列子的勁射 被反應快的史東托高 這場賽事傑子勝出是2比1 教練盧國雅認為 是周一和張樹棟為球隊 帶來額外的動力 有一定的作用 他們個人技術都挺好 不頑皮 可以幫到自己本身的球隊 可以多打個範球 稍為攻仁 以前只能守守這場球 以後的球隊 我們都可以嘗試攻仁 接下來我們看漁園對陳希的一場比賽 加油… 現在看到欣力健開球後只要4分鐘 立即是替陳希見攻 頭錘頂入1比0 陳希首先打開紀錄 家夫利都沒得救了 這個球是宜園的守門員 好了 636負 左攻右的宜園 現在又是陳希的進攻 這個球帶了大程 可惜了 被對方擦鑊 家夫利都很敏 這個球果然給了出來 哎呀 竟然又輸了 給了墨基昂的腳 墨基昂 節目一會兒 我們會看南華對西貢的賽事 家連盧域受傷復出 但他錯過了何水波兩場比賽 成灰安來看球 他主要是捧西貢這對球 西貢也有接近100個支持者 帶來鑼鼓來捧場 球迷希望他們也支持下 看到六連勝 不過對手實在太平衡 看線出球 家連盧域接應是頂到的 高出 頂到的球之餘 不妄 說隊友拿出球 這次的交球 令對方的中堅滲後 李建和洩進去 快過中央運氣的球 踩入球 17分鐘 南華憑著這個界外球的戰術 打開紀錄 其實在此之前 西貢在整場發揮方面 其實跟南華有得揮 這個球其實是林馬天妮 滲後 滲後所有的站位已經保不及了 快一步的李建和撐入了一比零 看看西貢方面如何反撲 顧文俊 過了高利魯 高利魯也不敢攔他 再撞到右手邊 唐建明一拿 看一看中間出球 漂亮或是有機會漂亮 出球 頂著那個更厲害 李安道頂著這個球 更漂亮 經過散發出河水球 大家知道李安道這個球員 那些投隊員這麼厲害 連傢伙也不夠頂著 何況對著本地華人球員 梁成傑跳過球的時間 也跳得不準 讓他從後頂入 一比一,追成平手 看台方面的勇躉的啦啦隊 立柏是大挪大鼓 慶祝這個是李安道 是今季的第十一個入球 哎呀,公建這個球 難不倒 李建和不貪工 打算給加聯盧域的入球 誰知道加聯盧域的九優復出 始終還沒重拾這個射門鞋 這個球是漏了 而且漏得很難算 在庫浪底漏過的 這個球進了的話就不同 二比一 藍華有機會再度領先 好了,下半場的賽事 究竟是如何呢,看看 梁志榮推推一下 可能見到 右手邊有空位 沒錯,斬給李建柔 你見到,形球一鑿之後 太近距離 劉子亮沒辦法 可以將這個球突出 事實上,說這個波路來說 劉子亮應該熟悉 現在是李建和的踢法 但實在這個球落盡 第一是漂亮 第二是他頂著的球 實在也頂得很實 即使看到路數、封閉的位置 也是額頭頂頂入了二比一 藍華終於再度領先 好了,西貢教練班主都站起來了 藍華有一個自由球 李建和斬斬進來 這個馬上在左腳踩的球 有機會放在烏龍 但不踢又不得 一群藍華的球員在這裡 擔心被人撿入網 這球不輸得你,這球 好,藍華角球開進來,看看如何 這個球很高 開進來 這樣,頂到後面 被蔥仔心海一浪 立即在這個布掛,掛入網 贏得3比1 這球是西貢的球員 這球是5號的馬天尼 你看看,不知為何他升起的時間不好 倒下他的頭頂的球 竟然撿回後面 無緣無故交球給蔥仔 蔥仔心海一浪 跟著一個倒掛,勾了他入網 3比1,藍華應該可以贏了 看看以下的時間如何 丘建威 又是章意復出的球員 而且斬得不太高 再出來,又有 被蔥仔在第一時間拉他 左腳射過去 劉子亮的一撲已經撲得很好 還兼著門柱救他 又得保不失 這球不否則的話 會猶豫4比1的藍華 看看如何,這個球帶了一程 給這邊,張金華 拉他地球 一個球位而已 張金華也在狹窄角度拉他地球 好,張金華剛才射失了球 好,西貢又一次攻勢 高尼勞扯著李安道 兩個都拉著 接著第三者進來 忠建熙就撞了這個球 出去橫邊界外 但撞了之後,鄭兆聰衝過來 不知道是爭執甚麼 引起大家的球員互相推推撞撞 好像越來越混亂 好,其實就走開了 原來不是,李安道跟歐衛倫鬥抽 大家都偷了幾場向對方 又有一個不知道哪裡的猴迷 就跑了出來 歐衛倫跟他煞氣 現在沒事了,出去了 經過一輪移樣後 結果這場球是3比1藍華獲勝 加油… 蝶子穿在白山 繼在東聯二入 他出了3分 是面對班霸的魚丸 也希望用1分作為目標 湯美在仁松中 用他瘦兩腳發左轉右插 接著球是起腳之際 湯美在西貢瀉被手邊的屎東接到 湯美去年在西貢 就真的一個人全都踢了 今年來到魚丸 還會更加有好的支援 安尼頓上場聶作後備 這場正選 把球頂加給姜韓輝 再扯過來這邊 安尼頓這個球搞定 沒有啊 這個球真是可憐 加福利翻身 為何能夠在白駕前接到球 相當清脆 但看到安尼頓在前線的作用 再看賣鏡 這個球賴啟昌也踢不到 如果加福利不是快手的話 傑子絕對有機會先開紀錄 開紀錄不成 又到魚丸 論實力當然魚丸是凌解傑子之上 這個球漂亮 一斗斗力 搞不定,搞不定 因為史東在今集 其實表演不錯 巴古沙和湯美的組合 可惜也沒辦法製造紀錄 史東也很伸手敏捷 這個球這麼快,爬到 好了,現在又試是魚丸的進攻 這次高球打起來怎樣 哎呀,李偉文一心、一浪 他想射 誰知道是太拆了過來 便益了這個湯美 這個球都有些幸運的成分 其實這個李偉文是想自己射 誰知道就按一下球出來 便益了湯美 好了,下部場的賽事 他只有一個罰球,但又射高了 結果這場球… 何國泉沒有辦法挽救 法逆通在這個時候領先到二比 形勢上 法逆通 預下幾場賽事 不容有失 再失他們真的進不了前四 但是贏了,還有機會 而姚學文也把握機會 這個球一射的時候 幸好彈出來,剛剛何國泉飛到 是 還是法逆通的攻勢 這次由後上的林興倫 轉隊一個回傳 然後這個球全中 剛剛過了何國泉的手頂 是由姚學文射入 結果 神的這場賽事 一輸零比三 最後發動的教練陳秉安 來…